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2轮的赛事 今天辩题是香港应引入转弹法 对赛双方是正方那沙书远 反方是加密柏语中学 现在让我介绍双方的辩元 双方辩元 双方辩元 对不起,双方辩元 主辩元正荣 第一副辩罗国涛 第二副辩杨光耀 第三副辩罗浩俊 反方加密柏语中学 主辩元日益 第一副辩 尹程涛 第二副辩 陈卓言 欧阳穎 接着 介绍我们今场的三位评判 第一副辩论 香港华人书院中文辩论队教练 吴家豪先生 第二位 保良局赛继友学校辩论队助教 朱家媛先生 最后一位 本人也是今场比赛的主席 前中大辩论员 蔡胜龙老师 好 接着 本场比赛是分 主便台上发问 一负、二负到台下发问 到最后结辩 总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 4、3、3、4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 30秒会有 叮一响提示 钟声 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都明白 在zoom的情况之后 往往这一声是会没有了的 所以我一会尝试 因为刚才那场真的有 挺严重的超时问题 可能大家都很久很习惯 不过对了 举止反而不行 所以我也没办法 都不用 趴回我 不可以生人气 我估我都说 照举手指 我照举手指 一只手指就代表一叮 去到两叮的时候 我会举起两只手指 去到多下重声 即超时15秒 我会发出多下重声 我会举起五只手指 辩论员有责任在你发言的时间 自行留意这个荧光幕 每一次举手指 我会大约举五秒钟的时间 如果那五秒钟你错过了 留意不到的话 责任是由你自己负责 赛会是不会因为这样 说不扣分那些东西的 好 所以其他赛规相信大家之前都收到 请问有没有特别的情况想提出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比赛了 首先有请正方主便 你是有四分钟时间的 不好意思主席 noticed 是不可以开自观公园 对吗 对了 所以不论 正方 对了 所以我似乎所有的同学 都不应用 Columbia tv的 인터�ами 请 visa 这是用按照 于是» 就要说尴尬 尴尬 但ad 请你用调查,你说尴尬,不想家里太暴光 你真的有极之特别的理由 你就可以现在向我们三位评判提出申请 否则跟回蔡规,我们是用虚拟背景的 是,都通知了,家人,一段时间先不要骚扰 好,OK,我看现在应该转回了 好,麻烦了,也麻烦了,吴教练提醒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首先是正方主辩 你是有四分钟时间的 准备好,你可以开麦,说声可以 对不起,我要让一个棺材人士进来 好,好,OK,现在正式开始 你可以开始发言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随着手机游戏《月剑普及》 游戏商通过在游戏内举办各种抽奖活动 吸引玩家购买游戏道具 包括装备、游戏内虚拟货币等 去获取更多在游戏里面的优势 或者参加抽奖活动的机会 你真是大家口中的货金 近日台关知名游戏实况主 丁特指控手机游戏《天堂M》实际中长机率 远低于公布公布的机率 但是因为台湾未有相关法律而投诉无门 所以这场比赛要探讨的是 如何确保游戏内交易透明度 避免游戏商使用不正当手段 诱骗消费者消费 从而保障消费者权益 因此 香港就游戏抽奖的相关条文 是完全空白 以商品说明条例为例 虽则有列明 现今兑换游戏币是 条例内内容之内 但由于游戏币获取的途径有两种 一种叫货金 另一种是于游戏内完成任务可以获取 正因如此 港府定名抽奖并非商品 商品条例未能有效监管 亦因如此 游戏商可以利用漏洞 以不当的操作方式 包括改游戏编码 调整中长机率等游戏消费者货金 而变提当初的转胆法 正正就是规管使用游戏货币 在游戏内所进行的交易 为了保障消费者 我方提倡参考 台湾目前在草耳阶段的转胆法 方案细节如下 首先 强制游戏商公布 虚拟抽奖提供的道具类型 合成成功率和获得的机率 其次 在活动结束后 公布中长的人数和半价名单 以免游戏业者造假欠玩家 之后 针对游戏商公布的中长机率 由第三方公证单位抽查验证记录属实与否 最后 将换家游戏货币的使用记录程 交与指定机构作记录用途 而我方公布行量变提的标准就在于 引入转胆法后 能否增加游戏内交易透明度 更有效保障消费者 我方贊成变提原因有二 第一 增保现时 填补现时法例漏洞 规管游戏货币交易 根据商品说明条例 第七条规定 在业务运作中 将虚假说明也应用于任何货品 即属犯罪 然而 正如上述 玩家真正购买的是游戏货币 再以游戏货币购买的抽奖机会 又难以受传统法例监管 令游戏商能够利用灰色地带 有限消费者 此前 日本就出现游戏迫难幻想 抽卡实际机率 远低于公布机率的争议 当时日本并未就相关法例收法 日本消费厅表示无能为力 最后由玩家在网上组织、舆论和投诉 才能令游戏商作出补偿 自此次事件后 日本亦就游戏抽奖的机率修订警品表示法 调整课金相关规定 再由日本网络游戏协会配合收法 要求厂商明示该货品或角色的实际机率 保障消费者权益 在香港引入转弹法后 将会有第三方公正单位 现实性游戏相公布的记录属实与否 确保玩家可以得到更多准确的资讯 保障消费者权益 第二,保留交易记录 保障玩家申诉权益 商务局经济发展局表示 在2016年至2021年期间 香港海关共资获30张 与游戏区仪抽奖相关的投诉 唯在目前未有转弹法的前提下 现时玩家游戏货币消费记录 并没有留底 即使海关立案调查 也未能有足够的证据作出检控 如果转弹法之后 游戏箱需要保留相关交易记录 相关执法部门在执法的时候 亦都可以透过翻查记录手证 保障消费者权益 消费者委员会 亦都可以通过抽查相关记录 协助规管游戏箱 最后想问有方 如何确保游戏箱不会透过 偽造中长记率誤導玩家消费 从而保障消费者权益 多谢各位 3分44秒 没有超市 接着轮到反方主别 请你开麦 可以 好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听完有方的开辩 不难发现有方设立转弹法 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設 认为现时虚拟抽奖机率 不透明欺骗消费者 但Google Play和 Astore早已明文规定 游戏箱公布机率 现时手机游戏的虚拟抽奖机率 都是公开的 可见有方对业界的现况不清不楚 对转弹化設立的原意而理解错误 由于公布机率已经做到 已经没有立法的必要性 今天双方讨论辩题的重点 应该去有方提出的第一个目的 针对机率失策问题 由第三方进行验证 然而今天引入转弹法 是政府立法监管由协议界 先牵合法律和执行问题 并非由方所想办简单 由方要政立变题 必须同时论证23点 一、由方所说的机率不透明 以及欺骗消费者的问题 确切存在 二、假设问题存在 由方引入的方案 是否香港切实可行 可以对证下约 三、现时没有其他法例 可以解决由方的一类 以至转弹法是唯一且必要的做法 否则辩题不可成立 我方反对辩题原因有二 第一、从本质上 难以证明机率造假 现时机率已公开 但有方仍然担心机率不实 指控游戏商欺骗玩家 有没有提出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论据 机率即是虚拟游戏中 抽中某种特定角色或物品的可能性 例如有方说游戏天堂N 抽中汽油物品指报的中长率是10% 有人花了很多钱 成功抽奖的次数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但有方对机率的诠释是有严重的偏差的 10%的中长率即有90%都不会抽中 要知道虚拟抽奖中 每一次抽奖都是独立的 换言之每一次抽奖都有90%的机率抽不中 因此真是花了很多钱 每一次抽不中的机率都是远远大于抽中 而玩家经历的就是符合机率所描述的 游戏又如何证明机率造假 每个游戏都会有不同的玩家加入 又会有玩家退出 每个玩家抽奖的次数都不会一样 有人抽很多次都抽不中 有人抽几次就可以 有方是否得到所有玩家的数据从而论证游戏商造假 如果有方对机率的诠释有误 有没有传同的数据如何证明造假 有方说要引入转弹法 但缺乏这个论证基础 有方所说的论点就难以成立 请有方不要再用一些人抽不中的例子 猜度游戏商造假 请用完整的数据解释游戏商如何造假 并指出现在有什么热门游戏是没有公布机率 第二 从执行上半干难以实人转弹法 就算有方所说的问题真实存在 引入转弹法是否可以对证下药呢? 可能性又会怎样呢? 转弹法除了要入戏商列明所有抽奖的中奖机率 还要引入监管机制 由第三方机构查证有关机率是否属实 否则只是公布机率 根本不可以保障有方口中所说的消费者权益 根据2021年苹果公司App Store发布的十大游戏 现时香港人多数玩的都是外国游戏 想问有方香港的转弹法如何规管外国的游戏商呢? 而第三方的机构又会由哪个机构来担当呢? 怎样去分辨真实或者内部账户? 如何去衡量机率是否真实? 有没有造假? 因此今天辩题绝对不成立 多谢各位 好,3分52秒没有超时 接着是轮到台上发问的环节 首先是由正方自由派出辩员向反方主辩作出提问 反方主辩可以有一分钟时间去跟队友商讨 之后有一分钟时间回应 好,现在首先有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 是 好,见到 你现在可以开始 咦? 主席、权务、权务、各位大家好 有方主辩一出来的第二个论点就跟我们说 本港难以实行转弹法 那我想问有方 是不是难以实行我们就不应该去做呢? 加上有方是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转弹法的闭嘱 他只是不停在说我们证明不了机率是假的 罚本港难以实行这条法例 那是不是难以实行就不做呢? 那如果难以实行又不做 那很多法例都不需要定立 那除此之外 如何证明机率是假呢? 那我方主辩的时候都已经说了些资料 例如是天堂M 那日本也是有游戏 碧南幻想的机率是假的 那如果没有转弹法的前提之下 那些游戏商都不公布他们的机率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假呢? 其次有方同学说到 Google Play是有规定他们要公布游戏中准的机率 但是Google Play是不一定要遵守的 现在外方定立的转弹法就是要强制游戏商 去遵守公开机率 多谢各位 好 反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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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 好 好 可 好 鬥鐘請反方主便回答 可以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多謝郵方的提問 但是Google Play是有硬性的條文 一定要規定遊戲創新必須要公佈機率 而剛剛郵方也有說過 為何在香港是難以實行轉彈法 剛剛也有提清楚了 所以現在是不應該實行 而是不應該引入轉彈法 多謝各位 好 接著輪到反方發文 反方向正方主便發文 反方 請問哪位便宜 好 見到 可以開始 我方這邊已經提過 兩大受驚應用程式平台 App Store和Google Play 已經規定遊戲必須公佈機率 亦都論證過機率是不存在不實的 有方今天要保證玩 今天要遊戲公佈機率 要保證玩的透明度 那你可否可以舉到 在香港究竟有什麼 是機率不實的例子呢 如果機率不實的例子 在香港根本沒有出現 這件事根本不存在的話 那轉彈法的立法 還有什麼必要呢 好 一分鐘 正方準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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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正方主便 可以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Google Play App Store是有硬性規定 需要公佈機率的 但是我方發現的就是 兩年前 App Store新規定的時候 條款上是寫每一類物品 換句話說 遊戲商不需要公開每一類物品的機率 只需要列明不同等級 虛有度的中長機率即可 可以混淆視聽 把一些稀有的物品 混入到五星和四星的等級 等到右邊消費者消費 其次 有方問我們香港有什麼遊戲 實際的例子是機率不實 其實我們不難發現 之前傳說對決有個問題是 每個人抽中的機率都是不同的 這個正正就是有方同學所說的 香港的遊戲是機率不變 其次 有方問到我們方案的可行性 其實橫觀全球 日本、韓國這麼多地方都有轉蛋法 有方有沒有質疑過他們的可行性 最後想問回右方 右方說我們的機率傳證是假 但問題是251 好,時間到,請停止發言 好,接下來就到正方第一副面 正方第一副面 正方第一副面 你有三分鐘時間 好,現在準備好可以開始 評判授主,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第一件事跟我們說 就說原來不公佈 原來那些遊戲廠商就算公佈機率 他們都可以做假的 好,還有就說Google Play 原來都有規管到公開機率 我們就看看實況是否這樣 事實上就是傳說對決這個遊戲 在香港也是有上價 是有代理權 但是他公開了他的數據 但是經過內幕消息 由前的員工去爆料 就是說他們的抽獎機率 由第一次抽獎開始就是11.45% 逐步下降為2.29% 所以請問有方同學 如果是真的有這樣的數據 然後同時間香港的玩家 很多人都抽不到他們所想要的轉彈 其實這個是不是已經是一個實證 就是說他已經在數據上是造假的呢 好,有方同學又說到 這麼厲害了 Google Play有硬性的條文 可以去台商答辯的時候 主便說的 可以硬性的條文 一定可以規管到的 有方同學如果既然有這樣的數據在 同時間玩家都有投訴的時候 為什麼現時還不執法呢 為什麼香港不執法呢 是不是間接承認了 其實現時根本就已經有漏洞 所以根本就規管不到 所以執不到法呢 是對的 就是因為呢 現時根本就沒有規管到公司 在香港境內 根本就沒有規管到遊戲公司 是不是一定有這個數據 所以其實對於他們公不公佈 是沒有規管的第一 第二就是說他公不公佈 所以就算他公佈的真確性 也是無從判斷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必要的條例 已經不是必要的數據公開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 有方同學又問我們 既然我們收集不到全盤數據的話 那就是不可以論證到 那個數據是假的了 首先有方同學 我就想問了 廠商不是已經有全盤的數據了嗎 他們已經知道了 全部有多少人抽獎 既然照有方同學這樣說 那你怎樣論證 他們所說的數據是對的呢 有方同學就說 我們論證 我們不可以經由第三方 去論證到 那十個巴仙是對的 那有方同學 你又可不可以論證 廠商怎樣去論證 那十個巴仙是對的呢 然後有方同學又很無賴地說 就說外國遊戲廠商 很多人都在玩外國遊戲的 那根本你在香港立法都是玩不到的 那我就想問有方同學 其實境外經營一定是規管不到的 那是不是有方同學說一句 說全部東西在境外的規管不到 什麼都不做呢 是不是這麼不負責任呢 是不是線上的麻雀賭博他們規管不到 是不是連油麻地、旺角、麻雀館全部都不理呢 是不是規管不到網上賭博 連賽馬會、賭博什麼都不理呢 香港政府是要盡自己最大的責任 去保障自己市民的權益 立法就是確保香港的遊戲全部都受到規範 在香港的境內提供一個合法安全的途徑 給市民娛樂 如果香港政府都不做這一步的時候 又連市民都要 有方同學說 迫於無奈去玩一些外國遊戲的時候 那就是對他們的權益不適 如果我們政府是主動去立法去執法的 那就可以去確保一個很安全的途徑給他們 為了證明食品安全 我們都會有食物燃養標籤作為根據 同樣道理 我們為課金安全 是不是都應該叫他們提交所有的抽獎紀錄、中獎紀律呢? 多謝各位 超時3秒 3分18秒 扣5分 又是請每位評判 扣分 我打5字就可以了 無需要價格 好的 好,接下來輪到反方一副 反方一副 準備好請開麥克風 是 可以 好,現在可以開始 主席、評判、助序各位 大家好 有方一直都說現在基督是有問題 一直都說現在基督是有問題 我方主編就問有方怎樣去證明現在基督是有問題 有方他又不證明 他就反過來叫我們證明現在基督是沒有問題 另外我們用幾條問題 看看現在基督是否真的有問題 第一,現在基督是否不透明呢? 有方說基督是不透明 所以要立轉蛋法去強制公開基督 我方開明已經講得很清楚 現在谷歌的條款是列明了要遊戲詳細公開每個 每樣物品的中獎基督 蘋果的遊戲審查指納也都明確地表示 如果遊戲沒有標明中獎基督 就沒有辦法在IOS系統上打 基督已經公開透明了 有方又說沒有必要遵守 不一定要遵守的 有方又說現在有很多遊戲沒有公佈機率了 想問有多少遊戲呢? 有多少成的遊戲是沒有公佈機率呢? 麻煩有方以赴清楚舉例 再寫有遊戲不遵守平台證賊 平台可以向他的平台投訴 玩家可以不買他的點數 蘋果和谷歌可以加強調查 為什麼一定要立轉蛋法呢? 有方又說法律更加有阻害性 其實現在是執法上的問題 和系不系法律完全無關 反問有方如果執法力度依舊 即使立了轉蛋法 又如何打擊一些不公開基督的公司呢? 可見有方對現在的問題存在嚴重的偏差 第二,現在的機率是不是不實呢? 有方之後都退了下來 說不是機率不透明 而是機率直接有問題 偏偏有方又舉了天堂M的例子 天堂M裡面有方就說 丁特抽了很多次都抽不中 和機率是不同的 想問是抽了多少次呢? 是不是天堂M公佈的機率 是50%的機會抽中 而丁特抽了三次才抽中 丁特就說現在有問題呢? 偏偏有方舉的例子 全部都是抽不到想要的武器 就一口斷定 天堂不實 第二單一的數據又如何指控遊戲 雙的在這裏欺騙 是不是公運呢? 吞論是不是嚴密呢? 事實上每個玩家 能不能夠抽到想要的武器 關鍵是在於運氣嘛 就是抽不到 可以代表運氣差 簡單舉個例子 手機遊戲明日之後 明日之後 官方公佈抽中稀有保密 其他的機率是2.5% 有玩家抽到2500次 依然未能夠抽中 相反 亦都有玩家抽到 不用10次抽中 兩有方邏輯 前者就是被無良公司欺騙的玩家 那後者又是什麼呢? 難道是遊戲公司 特意造假 特意被他抽中? 其實2.5%的機率 是代表每一次抽獎 都有97.5%的機會是抽不中 機率是不會因為抽獎次數而增加 而抽獲2500次都抽不中 一點都不出奇 抽獲不用10次抽中 只不過只是好運氣而已 第二 轉彈法是否可行呢? 另一方又問我們 執行不了是不是不執行呢? 其實現在香港是不可以 監控到外國的遊戲箱的 因此今天電台已經不成了 多謝各位 都是超市 3分16秒 超市 3分16秒 也是扣5分 接下來請正方第二副面 準備好可以開始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 採助各位大家好 比賽中場 我們不妨和友方主片 和我們開出的三個 三個主題 先說第一 友方質疑我們的可行性 友方說香港沒有可行性 但是友方從頭到尾都沒有跟我們說 香港有什麼是不行 所以令到可行性沒有 當然我們今天看到 韓國、日本都做到 為什麼香港不行? 友方出來要跟我們論正 之後友方有很大的質疑 說很多公司都是在外國的 所以我們就管不了 所以就不用立法了 其實今天友方很不負責 友方一副都跟你說 如果今天外國公司控制不了 我們是不是就不用管理香港的公司呢? 所以友方根本就很不負責任 再說我們看看 今天友方說的外國公司 很多都是外國代理 不等於是外國公司 我們香港同樣都可以管制到 這些外國代理在香港的公司 然後友方同學又說 Google Play可以查到這些數據 然後就質疑我們 為什麼我們第三方查到這些數據 但是想問友方的是 今天為什麼Google Play查到 我們第三方查不到呢? 友方今天又自相矛盾了 之後友方就說 之後友方二副又跟我們說 要執法 但是今天我們都沒有這條法律 怎麼執法呢? 我們今天很多條法律 都不包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正正在那裡漏洞的時候 友方都沒有這個法律 怎麼執法呢? 友方麻煩你跟我們論證 先搞清楚一些事情 最後再看 友方就跟他說要論證 有這個欺騙消費者的存在 其實友方由一副主編 都跟你們說很多次 有碧蘭幻想 說原來他有六巴仙的紀律 欺騙消費者 說原來有消費者投入了五萬元 抽了超過二千次 才抽中一個限定的角色 而另一邊商 遊戲升幼田中里維 就只抽過十次就抽中了 說這些明顯就是 一些遊戲商刻意操控名人中央紀律 以利宣傳的不正商業投法的時候 有方都視這些為偶然出現的 就說我們這些就不等於 論證這個紀律存在 操控有存在欺騙消費者的情況 再說有方說我們今天可以全部公開了 但根據原來消委會的投訴 說原來今天是單日去年 就已經接獲了154宗 關於課金的遊戲投訴 說是比去年增加一倍 說這些紀律都是有險透明 有四成的遊戲都是沒有披露到這些資料 如果今天有方說 可以全部都規定到可以公開的話 為什麼今天我們出來的數據 看到有四成都沒有披露到呢 再說原來他們調查也發現 有六成是沒有標示這些交易系抽獎形式進行 更加有些是用入侵性的推銷手法 明顯就是誤導的消費者的時候 說今天消委會不是跟我們說 要建議參考日本的造化 參考外國的造化 就是管控這些遊戲貨幣 去避免有這些漏洞來出現 所以我方也一副也都跟你說 有傳說對決的這個問題 原來這個遊戲的機率不是定眼路 原來你在後台的時候 是會操控這些機率 當你抽得越多的時候 自然這個機率就會下降的時候 正正是有方今天說的 這些誤導玩家欺騙消費者的問題 然後有方質疑今天這個轉彈法 是不是唯一的造化 但是說原來現時 香港買賣所制定的法律網網 都是針對現實的商品 而貨品售賣條例為例 現在說第二條證明的貨品 是包括所有的非土地實產 但是目前的法律 能否針對遊戲內的虛擬數據商品 依然是未知之數 再說原來是日本 我們看到為什麼要立轉彈化 正正是現在的條例 都還未包括這些虛擬貨幣頭像 所以才要立轉彈化 所以今天我看到這麼多漏洞 有方覺得沒有必要去到立法 保護消費者的時候 有方就是磨事消費者利益 自相矛盾 多謝各位 好,3分10秒沒有超市 接下來有請反方 第二副面 可以 好 大家好,來到二貨一位置 我們現在傳場 我們都可以看到 我方和友方有兩個地方 是有爭論的 第一就是機率究竟是不是詐騙 究竟是不是公開呢? 友方今天覺得機率沒有公開 令遊戲商有詐騙的空間 所以我們要引入轉彈化 但事實是今天究竟有多少遊戲 虛擬收藏是不公開的呢? 現在兩大手機應用程式平台 App Store和Google Play 都已經要求遊戲商公布 虛擬收藏是重上機率 但是友方全場都好像 當這一個潮例是不存在 是不存在消失的 就只是在這裏提的例子 然後忽略了遊戲公司 公開是不可以 不公開重上機率 如果不是他們 就會面臨被下降的風險 友方的疑慮根本不成了 好友方覺得只是公布 不夠 還要進一步審查機率 還舉了很多例子 就說 好像傳說對決 遊戲商會刻意操控機率 操控機率 但是其實這一點 都是基於友方 對重上機率的概念 理解錯了 遊戲公司遊戲 骨子曾經說過 虛擬遊戲 每一次抽獎和重上機率 都是一次獨立的事件 連續抽十次獎 就是十次獨立的意思 事件什麼意思呢? 假如今天 重上是百分之十的話 不代表抽十次就會重一次獎 而是每一次抽獎 都只有百分之十相同的重上機率 即是每一次都有百分之九十幾率失敗 每一次都是獨立的百分之九十 第一次是百分之九十幾率失敗 第二次是 就算抽到一萬次都是 前面的抽獎 不會影響後面的 這個就可以解釋到 有方剛剛所說的例子 就說有些人抽好 都抽不到獎 有些人抽到獎 有方認為這個是 遊戲商要刻意操控 其實這個只是 一個 隨機的事件 抽到和抽不到 都是很正常的 這個才是重獎機率的概念 有方今天理解錯了 才會得到機率 不實這個結論 第二個糾結點 就是有方今天 都認為香港 這個轉蛋法在香港 是十分可行的 但是不是可行呢? 香港人大部分都是玩外國的遊戲 我方主編已經提過 香港F-10大遊戲中 香港遊戲一個都沒有份 證明了香港人經常玩的遊戲 大部分都是外國公司開發的 就是變題說要在香港入入轉蛋法 亦都是香港立法 轉蛋法的適用範圍 亦都只會為香港 所以想問一下有方 有方今天目的就是要保障消費者權益 但是如果根本管不到 如果根本轉蛋法今天是管不到外國的遊戲 管不到香港人經常玩的遊戲 那時候我想問一下 這條法例還有什麼用途呢? 如果香港是轉蛋法 還怎樣去管控這些外國的遊戲呢? 如果不可以的話 那轉蛋法的立法還有什麼作用呢? 那有方還在說其他國家都做到 但有方根本是完全不樂 香港的狀況是跟其他國家不同的 你現在你講 有方舉例子 台灣、韓國、日本 他們都有完善的遊戲制度 但是香港沒有 所以香港要立轉蛋法 基本上是執行不到的 因此今天便提出不成了 多謝大家 好 好 3分09秒 沒有超時 好 接下來是輪到台下發問的環節了 根據次序都是由正方首先發問 正方、台下要開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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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台下 正方、台下 開鏡頭 開鏡頭 好 看到你 謝謝 你有1分鐘時間 現在可以開始 實在各位 首先多謝有方來跟我們說 Google Play已經做得了 所以在Google Play裡面有個遊戲 Tintor M 裡面有個十分主角發覺了254次 即是中了4次 2.8% 而官方公布是10% 請有方來論證一下 究竟Google Play的可行性和成效有多少 難道說C企的功效一定會比政府更大嗎? 更深一點是有方來論證一下 有方同學其實都成了我方第一個論證所說的法律漏洞 有方同學說現在是執法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但是究竟你沒有法律又如何去執法 難道說有方同學說 Google Play合法的那些條例 那些都算是法律這麼有效嗎? 多謝各位 好 40秒 好 現在就到 反風準備1分鐘 行 5分 1 2 1 Professor 供有15秒 好,你可以開始 好,可以開始 友方質疑我們Google Play的政策 是想不到的 然後他舉了天堂M的例子 就說2.8 有玩家測到2.8的機率 但遊戲表現的機率是10% 但我方剛剛已經論證過這個機率 其實機率每個人抽到的機率都是不同 連官方都不可以控制這個機率 官方都不可以控制每個人抽到的機率 他只可以控制全部的機率 那我想 對於2.8%的數據 究竟是怎樣抽到的 你怎樣去弄證到這個機率是不實的呢? 謝謝 好,接著 反方 主邊 反方台下 是,可以 好,看到 大家好 大家好,根據太平洋資料就顯示 中國是全球最低的遊戲市場 美國是第二位,日本是第三位 香港以外的遊戲商佔據了遊戲的市場 香港玩家所參與的亡上遊戲都是一張重暴設在外國的 但是香港的法律是不可以套用於外地 如果友方認為香港實行了轉彈法 又有外國遊戲商違反了法律 那友方怎樣處理這個執行射的問題呢? 如何論證呢?多謝各位 好,一分鐘準備 對 你好,就炸會 來點 nó 餅 请派正方,请派一位别人回答 见到可以开始 有方同学就跟我们说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国家 其次是美国、日本 反而香港人主要都是玩外国的游戏 但是我发现外国的游戏 在香港上架也是有香港的代理 所以香港的法例依然是管得到这些游戏 不明白有方同学所说的 是指什么呢 反而想问有方 香港上架以外的外国游戏是有多少呢 此外針对有方同学所说的 单一例子的问题 其实之前已经有游戏 是另一个EDN员 超越视红的猫 是官方承认了操控抽象的机率 已经不再是有方同学所说的单一例子 所以有方又能否认识到 现况的所有机率都是没问题呢 多谢各位 好 接下来是正方第二条台下发问 正方第二条台下发问 正方第二条台下发问 别拒绝了 好 来吧 好 开始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主编说了三点有方论证 第一点 基率错误确实存在 第二点在香港可行 第三点 其他法例都能够取代转弹化 但有方有没有进到论证责任呢 第一点有方的打法用基率来打 抽到就是有方赢 玩家抽不到就是我方衰 为什么这么猛虑呢 正正就是基率未公布 所以才追查不到 第二点可行性 说要质疑外国公司是包不了的 但有些事我公司是香港上市 例如日本的龙族拼图 香港法例是能够监管的 好了 就算香港不能够监管 另外一个国家 例如日本也要转弹化可以监管 好了 就算被有方也说不好了 那有方是否要用我方去管 别人家的国家公司呢 第三点反方案更加一粒字都没提过 所以想问有方 其他国家的食物公司有食物中毒 有香港人吃了之后中毒 有香港人受害 有方要干涉 有方又是否要抓别人家的 食物公司的老板回香港法例受審 谢谢各位 好 一分钟准备 咱们第六点 会召唤 咱们 不炒 不炒 不能 你 这 这么 请派代表回答反方 请派代表回答反方 好,谢谢,可以开始 首先多谢友方提问 友方一直质疑转弹法是否可能 不过现在问题是 现在机率根本是没有问题 现在游戏箱根本是没有问题 为什么友方就要立转弹法去监控游戏箱 其实现在机率完全没有问题 只不过是玩家 和友方完全完解了机率 机率是什么 其实机率不是代表 玩家有没有要抽多少次奖才抽到 因为抽了是包含这个 运气的元素 所以机率不可以完全代表 抽多少次才抽中 谢谢各位 好 接着有反方 好,最后一次排下法 是,可以 OK 大家好 友方一时就说 转弹法是可以堵塞漏洞 但是友方的一副又承认了 其实转弹法这条法律 是规估不到外国的游戏箱 因此请友方解释 为什么明知道转弹法是无效保障不到消费者 还是要觉得有用 坚持要立法的原因呢 多谢各位 好,一分钟准备 散漏洞 声币 要 Mutter 好,够钟,请正方最后一次回答 可以 好 那位同行今天就跟我们说,原来阻塞了可以阻塞那个漏洞 但是我的公司就规管不了 好了,先回来一位同行承认 可以阻塞到漏洞 当然,在香港这条法律就可以管理到香港的代理商 而很多海外境外的游戏 其实在香港上街都是有他们自己的代理权 例如是少江湖M或者是这个传说对决 其实我方一直都已经不断强调 他们其实现时的公布,有些是没有公布机率 有些是公布机率都有机会是错的 基于这个情况下香港又执法不了 其实我就想问一方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可以只是规换了代理商 我们既然都可以给到一个最基本的保护给那些消费者 为什么连这个这么小的部分都不肯去答出的时候 然后一方同行就一句说 海外管不了,什么都不做 然后就是一个这么不负责任 一个这么不无賴的这样的条例 是不是就是这样 应该就这样去说呢? 谢谢各位 好 接着一分钟双方结编准备 开始计时 其实 Dylan 一个 说 也 感谢观看 好,够钟,请首先由反方总结 对不起,我还没有选好时间 好,请反方欠辩,现在可以开始 大家好,变体今天既然与立法有关 我们不妨用与立法有关的两个要素 总结为什么《转弹法》不应在香港实施 第一,立法的必要性是否存在? 有方说游戏商没有提供机率 但我方主便负便说过 两大手机应用程式平台早已规定游戏商 必须公开虚拟抽奖机率 是很硬性的条文 谷歌的条款列明,要详细公开游戏 每一样内容物品的个别中奖等 苹果的游戏审核指南明确表示 如果游戏商没有标明中奖机率 就无法在RX系统上减 我方问有方有多少游戏商没有公布 有方没有数据 我方再问有方哪一间游戏商违反规定 有方秘而不达 秘而不达 细于有方所说的数据 说有些游戏商没有提供的个别中奖机率 但其实它们是一定有提供机率 否则并不可以在Apple Store 或者是Google平台上架 我方也重申了 其实游戏商本质上没有必要公开个别中奖物品 所以有方上述的案例根本是没有违规的 既然游戏商已经公布机率 有硬性条文规范 我问了要立一条全新法例的必要性又何在呢? 有方之后又说游戏商提供机率是失实的 有方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举出了例如丁特 就说有很多人抽奖抽了很多次 才可以得到自己的物品 我方就问了 为什么抽不到自己的物品 自己想要的物品就等于机率失实呢? 抽到很多次都抽不到自己想要的 就等于游戏商造假 等于游戏商抽空 到现在有方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有方要知道 中奖机率是每一次独立计算 我方说过每一次中奖机率是10% 如果每次中奖机率是10% 抽不中的机率就是90% 换言之,其实抽不中的机率很高 抽奖抽了很多次都不中 反而符合抽到游戏商公布的机率又何来失实呢? 我方说过抽奖的关键是运气 你可能抽了很多次都抽不中 亦都可以一抽就中 有方又如何解释呢? 有方不能输打赢要 立法的必要性是必须客观公正 如果只是基于个人满足或任意测度 甚至是有方现在这样输打赢要的态度 都不能成为立法的依据 有方又可不可以说下你立法的原则是什么呢? 有方又乱说我方是不顾游戏玩家的利益 但立法是严肃的事 但我方是从政府向公众负责的角度出发审视 立法的必要 但既然有方又提供不了数据和实证 证明玩家是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立法的必要在哪里呢? 说到底有方是否要规定游戏商大幅提高中长 甚至是一定要到达一个金额就一定要被他中 那才叫保障玩家利益呢? 有方根本就解释不了 接着有方就问我 今天有报反方案 然而今天根本就没有立法的必要性 整个制度根本就没有问题 那又如何需要反方案或者立法呢? 第二,法律是否切实可行呢? 今天《转胆法》最重要的内容是引入第三方认证 但然而香港手机大多都依靠外地 全部都跨境营运 例如腾讯游戏、任天堂等等 军军全部都不在香港 如果香港法例实行不了 根本就涵盖不了外地 政府没办法规定 那今天立法的意义在哪里呢? 再到最后 有方今天始终都认证不了立法的必要性 以及机率造假 又不可以解决问题 变题如何成立呢? 多谢各位 好,4分06秒 没有问题 没有消息 最后 有请今天最后发言的正方欠言 试咪试咪试咪,请问听到吗? 好,听得清楚的 可以开始 有请 这些评判,有方法又再作各位 其实有方法今天由主辩到结辩 都不断地和我们重复两件事 第一,重复几率的问题 每个人抽奖的几率都不同 第二,就是说Google Play和App Store 已经可以管理到这个游戏不公布的几率的问题 其实我们来看看 其实有方今天犯下了四大问题 有方说我们书打人要 其实书打人要是有方 首先有方和我们自相矛盾 其实我方在台上发文的时候已经说了 Google Play和App Store只是在监管美国的认用食息 而且只是要求他们公开抽种物品的机率 分级,没有详细的机率 但是根本没办法令玩家确实知道自己是抽种的机率 而有方机率根本是无法监管 而同时他根本无法监管香港 但是他就质疑我方,监管不了外国 但是其实日本、中国和韩国都已经是订立了转栏法 那他们是否转栏法,究竟是否不能监管呢? 而有方和我说Google Play的可行性已经可以监管了 其实根本都监管不了 而有方是逼使用转栏法、用立法去逼使有方 逼使游戏厂公布它确实的机率 才可以令玩家知道是有一种法律 如果是不实的话可以控告他们 才可以实际监管 而且有方和我今天不断的 而今天有方和我现在有很大的逻辑 有方和我不断地和我们说每个人抽种的机率不同 第一,多谢有方和我承认了每个人抽种的机率是不同 这个就是有问题了 因为说是天堂M,是说公布的是10% 但发现了丁特他用200万台币去抽 结果抽出来的只有2.8% 和10%是有很大的分别 他是不是真是黑制度这样呢? 给多一个利益之后方和可 说到农之谷M 农之谷,其实官方就说每一次抽种都有机会中长 但最后台湾所有玩家都说 只要抽到8次才可以抽到 这样的机率是否有问题呢? 有方和我今天脱离现实 说必要性 其实有方和我根本没有反对过我方的一个论点 就是说现时的法律有漏洞 说商品说明条例只能够监管到 以实际的货币转换成游戏的货币 是监管不动用游戏货币转换去兑换抽种的机率 而我方今天要去公布 而我方今天定立这个抽担栏法 就是要去公布 要可以监管到这个问题 而有方和我根本没有说到我方定立这个抽担栏法的货币 而有方和我方也没有成效 同时有方和我今天也是 因此有方和我今天脱离现实 根本不顾及现时法律的漏洞 就是选择 是违反疑反 根本就不顾及现时没有办法监管到漏洞 有可能不断地 和最后有可能不断地質疑我们的成效 但其实没有办法监管外国 但其实说的是 传说、龙子谷在现时都已经提供 在香港也有代理商 那就真的可以管到代理商 多谢各位 好,4分11秒 没有超市 无需扣分 理论上我们是希望直接下去 但始终我们评判 和我都需要处理少少分子 我猜有一个1分钟左右的休息 我都要等评判填完分子 选择最佳辩论员 因为我们独立排名 最好我们选三位 最好那位30分 第二20分 第三就是10分 我们填完这个 然后我会送Gmail给评判确认 我们稍休一分钟 在评判确认 好,我查询另外两位评判评债分了 如果这样,我会下载分子Gmail给你们确认 现在在这个过程的时候,请医回我刚才的次序 由讲华辩论队教练吴嘉恒先生 请你首先给一些评语相方 谢谢 大家听到吗? 想谈论辩题的标准多一点 因为其实这场比赛的分差是比较小的 而我觉得有一些问题是犯得挺严重的 对于双方来说也是挺严重的错 所以我想由标准开始讲 首先大家去看一条变题 因为它现在是转弹法,即是法例 大家心目中要想的是一条法例 如何才为之应该要立,如何才为之不应该要立 最简单就是可以是利弊比较 可以是立完法后,利处带过败处需要立 也可以是执法困难 其实今天反方不断打执法困难 其实你执法困难是缩乏你立法的利处 你觉得你立了法也不是真的保障到消费者 因为你很难执行,不论你是监管不了外国游戏也好 或者论如何弱,很难去证明机率是假的 所以想说利处比较小,你不断缩乏利处 但你不断缩乏利处之后,反方最大的问题是 你没有交代弊处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利处比较是 你缩乏利处的利处很小 但你不能交代弊处 所以利处会比较大 所以对于反方来说,一个比较大的建议 就是你至少要给出一个弊处 不论是很弱的,超级弱的 你说你的法例根本执行不了,执法困难 你硬立浪费公帑 最弱最弱的浪费公帑 至少在什么都没有练习的情况下 你都要说出浪费公帑 但其实很不建议 因为浪费公帑实在太弱了 还有什么可能的弊处呢 就是你可以觉得一个政府不应该过分干预这些市场 例如你觉得转弹法要立的话 其实是很多日常生活的例子 例如是冒险乐园也好 又或者日常生活真的是扭蛋也好 很多关乎机率的东西 也是没有公布机率出来的 那是不是这些你都要执法呢 如果是的话,你牵涉市民的生活 就会牵涉得很广 所以至少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你觉得他不需要立 不只是说他很难监管和很难执行 而这一点其实政方是有捉到少少的 例如政方的台上发问Q1 他正在问难执行等不等于不需要做 其实这条Q本来说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Q 因为你只要随便说到一个币柱 说难执行但浪费公训就不做 本身就很容易回答Q1 但见于你们的主线上 从根本来缺乏一个币柱 所以你打到后场会比较辛苦 你打到后场就只是讨论可行性 所以我会给你资料 就是你可以有效缩宅对面利署 但你说不到你的币柱 所以这是对于反方来说 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如果对政方来说 我说内容之前想先说一个预讯 就是正方这么多位辩元 尤其是两位负辩说话是比较快的 建议尤其是网赛 可能有时收音困难 或者可能有点延期的话 就调低语速会比较好 然后正方 其实正方你不需要打到那么辛苦 我感觉到对面不断问你 你能否举到利署有很多执行性问题 很不可行的话 我感觉到你会很想证明 你的利署是很大的 所以你就会不停地狂举例子 也好什么也好 但其实你证明了 你有利署之外 你可以退后一步 就是说就算利署是很小 现在总之法律就有漏洞 那你觉得是不是要堵塞漏洞 就算你说到最弱 我当时只有两个游戏监管 总之有个法律漏洞 那为什么有方在你眼中 你觉得难执行你 就什么都不做 那是否你至少都保障本地的游戏 也好过你因为怕外国的游戏 保障不了 所以你香港的游戏都不保障 然后你什么都不做 所以如果正方的话 其实你要多出一些利币比较 或者和反方的愿景去比较 反方就是什么都不做 至少你能保障到一堆的游戏 如果这样的话 你可以就这样打 纯粹保障法律漏洞 二就是你和对方的愿景比较 你说你的利处 至少多个人的利处 这样的话你会打得舒服很多 你不用硬死要证明你的可行性 那你后面就会舒服些 然后另外想特别说一下 台下法文 因为我个人觉得 这次的台下法文就比较参差 为什么呢 我先说反方 反方第一条Q 台下法文第一条Q 就是问如果总部是在外国设置的话 那你如何去解决可行性问题 这是反方的第一条Q 反方第二条Q 就是刚刚问了右方的总部在外国设置 所以你明知没用 为什么你坚持立法 其实你想想两条Q 是同样的 纯粹是你包了外国 直接问他总部外国执法不了 二就是见基于总部在外国执法不了 所以你的法例有什么用 为什么要坚持立法 其实两条Q是同一条问题 所以当你第二次台下法文 和第一次台下法文问的东西 是非常相似的话 那我就很难给你分 而这条问题是否正方没有答过 其实不是 正方有说到有很多游戏是香港代理的 他就说这些代理游戏就可以捉到法了 甚至正方就抛回责任给你 就问你是有方你要跟我认证 有多少是没有外国代理 而是执法不了 所以其实对方有回应到你的 但是其实正方当你问完香港代理的时候 你知道对方没有回答你不到 其实你应该要找一个台下法文的时间 即是你答辩的时间 你应该要帮自己盖官 直接封锁对面的一个离处 即是一个可行性的问题 你应该直接说对方不能回答你 有多少没有代理 所以你既然有举到有些代理的例子 即是第二条台下法文 例如是少我光荣M、传说对他等等 你应该是直接出这些例子之余 然后帮他概观就是说 至少我保障到这些游戏 但是有方心目中什么都保障不到 接着另外 其实正方台下法文的Q也有少少问题 例如Q2正方台下法文 首先这个要注意 因为正方Q2的台下法文 应该是用无线耳机去问的 而这个无线耳机的收音非常有点差 所以我就很努力听 我只听到一点点 我猜到Q是什么 他最后就是用一个食物中毒的类比 然后就说食物中毒 那间公司总部在外国 那你现在是不是要求我捉他受审 这条问题又有少少参差 因为其实对面只要答你说 是的 不就是跟你说捉不到他受审 不就是捉不到他 所以你法例就没用 所以这个是反方证实的事情 所以这条日系 这个分数上面就会比较参差 这个我大致对于双方的主线 还有少少计划上的讨论 如果有什么额外讨论 就可以完成了 我想问就问一下 谢谢 好,谢谢 好,请两位评判 其实可以确讯Gmail去确认分子 当然这个时候就是 朱sir 请朱sir 说一下评语 好,那我今场也是 的确是这一周的 我首先就说到政方先 那政方呢 其实我会说 条线开始越说越劳 填补法律漏洞 和保留一个记录本身呢 其实你们的论断乱很轻 相对轻 你自己设置给自己 但是你去到后面呢 你们越扯越重 你自己的责任 你们会想证明 譬如那些未经证实的那些 游戏机律问题是百分之百存在的 例如你会慢慢将自己推前推到去 执法是必定成功的 但是其实一开始你本身 设置给自己这条线呢 不应该打得这么辛苦 而去到后面 你脱了自己的东西呢 结果呢 你们就会开始去咬什么是机律啊 究竟 執法是 究竟是 我政府和Google Play 一起可以 各自填补漏洞 还是各自都不能填补漏洞 而一个 即是究竟是一个 是否一个揽炒 还是一个 大家一起都可以修补到的 因为我觉得今天政方 其实是越说越脱 就导致你今天 完全把握不到自己 一开始建立的优势 而第二 就是 有不少 因为rebuttled 是很口号式 例如你们会不停地说 都没有法律 那何来执法呢 但是其实 你这个口号是 没什么意思 因为就算你今天没有法律 我们也是要讨论你 若然要立法你 in future 的执法问题 这些口号 你不停地说 其实我是不会给你分 但是你要解释 其实你们的意思 不是单纯 没有法律就没有执法 而是我们起码要有一条条文 在这里有法可医 先 而先再考虑执法问题 这个是你们想解释的东西 但是你们很多东西都 淪于口号 没有什么elaboration 我就很难去给你们 而去到反方 我很同意今天评判说 是 你们其实完全 不能复杂的弊处给我们 其实 去到结变的时候 其实有一件事 其实可以 一开始很坦白拿出来说 就是 你基律的问题 其实就证明了 你结变所说的 违反一个法律的原则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弊处 就是我若然立了一条法例 那条法例 是连我法律 最基本公平的原则 都维护不了的 那这个就是 exactly 弊处了 但是去到后面 你们不断去执行别人 执行问题啊 究竟怎样搞啊 跟着 呃 基律的那个位置 你们继续要拆 因为对面继续要讨论 我都 仍觉得可以接受的 因为始终都不是 不断 不断同一个 例子 不断重复 但是我觉得 你们一直都不 说我弊处给我听 我就很难去给分 你说今天 为什么不做 那你最多都是 就正如平行屏幕所说 我们不断收窄 那你处 最多就是做得没那么好 但是我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应该做呢 为什么我做不完美一件事 我就不应该做呢 那我觉得这个 是今天反方的问题 那至于法文 那我都想说一说 就是 今天有一两条 其实都不止一两条 其实有不少问题 其实我竟然 不太知道 你expect对面 是想答什么 就是其实你 你本身是会 expect 对面 答不到你的问题 又或者会回答一些 跟他立场违反的问题 就是违反立场的答案 但是譬如 好像今天 正方会问 就是刚才 抓人被老板回来 受审的这一件事 那其实你想人家回答 那 而反方又问 说如果保障不到 为什么要坚持立法 但是 那么粗暴说 人家保障 华拉保障不到 前面又没什么铺垫 又真的好吗 那所以就是 不是很清楚 你们的铺牌 你们的问题 是想问些什么 还是你们纯粹 要把理解的论点 转一转做点问题 就丢出去 我觉得台下法文 要留意的一件事 就是 不是你把 你不满意 对方的计则 说完出来 那便会变成一个很有效的攻击 而是今天 因为双方都需要多些计划 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对今天双方的评价 好 谢谢两位评判 那请两位评判 在Gmail上 復一復我 看看我下载的PDF 对不对 就是那个分 如果是 你就在Gmail上復我 OK 好 那我一点点评语 我觉得绝对是势均力敌 这一场 就是一路咬得很紧很紧很紧 对于正方 有评判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正方 在资料上是多的 真的有很多具体的例子去尝试解说 所以我多说一点反方 我对反方的感受 就是说 因为对方已经有很多例子 可能他们都喜欢打机 我今次带我那一队 我妹妹不打手游 所以很难打一个例子都没有 我又不认识的 所以 一想起来我就很欣赏 很多那些手游的例子 如何骗人 或者当中有没有机率 有没有问题 于是来到就变了反方 有点有趣 总之没有骗人的 总之没有骗人的 就是有点数据这种东西 我估计你们要留意一下 第一 总之Google定了 Apple定了就可以了 按我理解 如果我们要下载一些Apps 是吧? 真的 不一定要只能够从Google Play 下载的 我有权在其他途律下载的 下载的 就是你们假搜这件事给一些商业机构 还有它随时宽松的条例 收紧的条例都可以 就是你们有点认同 是要监管的 总之Google和Apple Store做了 就行了 这个位置其实我有点问题 而正方不算 他们大家的想法不同 他不是用我这个方法去问你 总之我自己会觉得 你认同这个原则 但是你假手于那些 它随时有权修改规则的商业机构 而且我下载一些Apps 因为我的手机 我可以透过Samsung的商店 去下载一些东西 甚至是 就是转弹法 我估计都不一定包手柔 就是不止手柔 你电脑那些 都好像我找资料的时候 都有牵涉过 电脑的东西是什么 是不是所有东西一定要经 那两大平台下载 如果不是的时候 你这里是有个流动 第二个就是你们一路 数珠运气那样东西 我是觉得 就是你知道 就是你好看我评判 作为评判信不信的 就是你们讲到 总之一切都是运气来的 你买一千次六合彩 一千次都不中 就是你运气不好 我在某些情况我明白 但是运气是否这么 就是你解释了一切呢 就是如果是这样 你知道了 我当我告诉大家 其实辩论比赛的正反方 都是抽的 是不是 那你连抽十场反方 那是有机会的 大家明白那个道理 二分一的十次方 你是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几率 你是连抽十场都反方 但是你明白了 我作为赛会 大家知道 我联赛在这里 我都帮忙做召集人赛目 我就是故意整股 大家知道 是不是不知道 正方难打 这些通常我就是反方 我就故意你十场都抽正方 接着我就跟你说 哎呀是啦 抽的就真的没办法 是吧 就是运气这件事 会不会成为一个 我有心做假的人 去解释了 而对方又真的 提出很多游戏 有人承认自己是做假的 是吧 就是你们只是很简单 总之一切都是运气 但是运气 会不会成为一些坏人的藉口 就是你不幸 是吧 这个话 我觉得你们这么数珠运气 你们去到尾 已经说明我不需要有反方 因为现实世界是没问题 你的虚拟也是没问题 你们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是有些漏洞的 你们是自己看不到的 实际上你知道 运气这件事就是运气 那些你抽极都抽不到的 几率是有的 但是如果真的说 有一些游戏已经证实了 有些苦主群做一些网民 正如台湾那里 就是揭发了 没有理由 我们几百个玩家 每人用一万元去抽到后 都抽不到的 这些如果是的话 你就不明白 运气解释不了这些情况 虽然你们都可以 很极端仍然 就是这几万个人 一起不幸 但是你明白了 是不是这么合理 你一句运气就能解释到的 是吧 那 你们说不到立法的坏后果 这个我也想说 那你也看到 这三个评判都挺一致的 就是立法 就是我会觉得 有个坏后果 我给一个建议 你们会不会之前想过 就是 你搞到有些游戏会撤出香港 我都是有些资料 是你们谈过 特意不说 还是怎么样 这个是有个坏后果 就是说 玩游戏实是这样的 十个人玩 有十个苦主群组 觉得这个游戏不公 但是其实有九个没什么所谓 我轻轻松松地玩 我又没有评金 但是就因为那十个傻子 货元金抽不到 就搞到这个游戏 我被人告也好 或者我自己撤出香港 搞到我这九十个 我轻轻松松玩游戏 我没有评金 觉得几个人的 我没有得玩 就是会不会 你们起码 真的提出一个这样的坏处 是吧 就是你现在你只是质疑 对方做不到 多鬼余 是吧 从某个角度说 我做也可以 不做也可以 你做了之后 就有班人无端端 捧着也中窗 是吧 就是说到这里 就好些了 是吧 三点 但是又这样 最后我又觉得这样 辩论的胜负 就不只是看这些 始终去到一个位置 我觉得票最后就决定 你辩论我真的要逐个给分 是吧 当有变缘 如果你知道 词峰 说话 是吧 真的执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照跟分子比的时候 是吧 你那些胜负 就有时在这些位置决定到 这时候我都要看 譬如有些同学说话很执的 我不敢肯定 我不知道 我都觉得你的视线很有趣 当时你不停看着屏幕 是吧 你当时在做什么呢 是吧 正常应该这样说 应该很流畅 是吧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情况 是吧 以致你要兼顾很多东西 是吧 于是说说到很窄很窄很窄 是吧 是吧 本来我觉得都势均力的 势均力的 但是疾了一次 再疾第二次 再疾第三次 你知道分数就开始有些分叉了 就是这样 好吗 说完我少少评语了 那我都循例看看 是吧 大家都确认了 好 我最后确认一下 是吧 好 确认了 好 多谢两位评判都确认了分子 好 那我正式宣布赛果 好 那么今场呢 哎 有人啊 真是紧臭的 真是紧臭 对了 对不起 真的也是 等一下 我要点击那个页面了 就是这样 我正在点击很多东西 我要兼顾很多东西 好 最后赛果 今天的比赛是1比2 分差是反方赢12分 最佳辩论员都颇一致 最佳辩论员是正方而负 是的 他是获得两位评判评第一 一位评判评第二 所以最佳辩论员是正方而负 那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 是的 多谢大家参与 继续努力 第三轮等公布了 大家知道可能会进入暑假 暑假期间我们照不照打呢 赛会会再谈一谈 好吗 是的 等我们公布 好 好 那就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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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